指挥中心宣布第一到第三类族群开打第三剂新冠疫苗 那么到底要怎么打这个效果才最强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国际的医学期刊刺歌针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 如果第三剂施打mRNA疫苗 抗体上升的效果都是非常的好 那么其中又以全剂量的莫德纳 抗体的表现最好可以提高32倍 第二名是全剂量的bnt疫苗 抗体也可以高出将近25倍 再来就是半剂量的bnt疫苗 抗体也可以高出将近17倍 不过指挥中心就回应了 其实不管打什么厂牌的第三剂 抗体都会增加 那么未来如果开放第三剂打bnt 还是会以全剂量的bnt为主 第一线医抢同乡接种第三剂莫德纳 而英国大型第三剂混打实验也终于发表 团队用七种疫苗包含国内有的 AZ莫德纳边T作为第三针 结果发现第三针选择mRNA疫苗 抗体表现最好 其中全剂量的莫德纳又高于全剂量边T 还有半剂量边T 如果前两剂打AZ疫苗 第三剂打全量莫德纳 抗体可以提高32倍 如果是第三剂混打全量边T 抗体也能比对照组高出近25倍 如果选半量边T当加强剂 也可以让轻量剂AZ疫苗组的抗体水准提高近17倍 其实相差都不远 不管你是打BNT的半量或是BNT的全量AZ 事实上这个抗体都是会增加 目前面对Omicron最佳组合 是不是一样最好 我们不晓得两剂AZ再加一剂mRNA 目前看来是最好的方法 起码它的突破性感染有可能降低 专要建议mRNA疫苗才是追加剂的最佳组合 但同时也要考量副作用 像是BNT也分成全剂量还有半剂量 不管是对野生猪也就是武汉原始猪以及Delta猪 综合抗体力价都差不多 但半剂量却能减少不良反应 又一是提出半量BNT或许能作为第三剂的选项之一 疫苗打越少副作用的第一剂越少 可是这样就变成说没有临床试验的一个支持 我们没有理由为了三到七天的不舒服 反而造成未来最佳剂量的日期可能还能去精算 如果未来开放BNT来做第三剂接种的话 我们还是会用全剂 除非未来有更多研究证实 接种半剂量的BNT疫苗效果不输给全剂量 才会在邮专家讨论是否要改打半剂 这有点闻事了 太过道 今天有不少的医护人员都已经开打第三剂疫苗了 施打情况非常的踊跃 但是却发现说每一瓶疫苗都剩下不少的残剂量 因为第三剂打的是半剂量的莫德纳 人本一大瓶全剂量7cc可以抽14针 打半剂量的话可以抽到28针 但是依照原厂的建议 一瓶最多抽20针 这样算下来剩下的8针该如何处理呢 指挥中心就说了必须要丢弃都不使用 让人直呼有点可惜 那么另外呢 这个台大的前医师林士璧他就分析了 因为莫德纳疫苗他施打之后 抗体下降的速度 没有像BNT还有AZ这么快 那么可能6到8个月之后呢 这个排势会有保护力的 莫德纳疫苗 医护抓紧空档时间先来打第三剂 还有门诊医师特地选在看诊前接种 更有人一早就来医院排队 尽管指挥中心突袭式的宣布 开放接种第三剂 但医护施打情况很踊跃 Omicron的病毒可能会再 入侵我们的社区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的医护人员跟我讲说 事实上我们要保护别人之前 一定要先保护自己 但看看接种完的疫苗瓶 还剩不少残余量 因为第三剂打的是半剂量的莫德纳 原本一瓶全剂量7cc可以抽14针 打半剂量的话可以抽到28针 但依照原厂建议 避免影响品质一瓶最多抽20针 这样算下来剩下的8针 该怎么处理 这个胶塞只能入针 24我们就会有剩2cc 大约2cc会丢弃 最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抽完 那只人就是销毁 这回医护施打意愿高 因为多数人前两季都是接种AZ 就怕抗体已经大幅下降 第三剂在追加打半剂量的莫德纳 也提升不少人的意愿 AZ之后的这个混打的这个莫德纳的疫苗 应该有很好的实证的基础 因为半量可以减少不良反应 可是打出来的综合抗体差不多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临时币也表示 要让前线作战的战士把抗体冲起来 不上半剂量的莫德纳把抗体冲高 因为莫德纳施打后抗体下降的速度 都没有BNT和AZ这么快 可能到6到8个月都还有保护力 只是接下来可能换一般民众打第三剂 民众的意愿会有多高 又该如何选择厂牌 也得看国际上的数据 再请专家建议评估 记者徐杰 运力与张运杰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在今天新增了11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有位本国籍的女性 她是在10月24号入境返台 期间裁剪都是阴性 但是12月1号为了出境再裁剪 却验出阳性 相隔了一个多月才确诊 指约中心初步研判 应该是境外一入也引发了讨论 而最近都有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 包含了一家四口从马拉威返台 还有一名旅客从奈及利亚入境 尽管他们的裁剪都是阴性 但是专家认为 因为染上Omicron变异株之后 病毒量会比较低 验到的几率也相对比较少 建议如果疫情升温的话 一定要加强筛减 才能够避免漏网之鱼 台湾又将出现本土个案了吗 目前被列为境外移入的案16739 是本国籍30多岁女性 9月下旬到土耳其工作 期间有外籍同事确诊 而她在10月24号入境台湾 有告知同事确诊讯息 但入境和简易期满 裁剪都是阴性 不过到了10月1号出境前裁剪又确诊 CT值32.9 只是入境一个多月才确诊 指约中心将它出判为境外移入 也引发讨论 那我们还会再就它的这个血清抗体 及后续PCR的检验再来做追踪 那因为我们核酸的检测来讲 它的敏感度差不多几百万倍 测到的就是残存在它身上的这些核酸的片段 那它完全不具有感染力 而目前国内尚未验出新变种病毒 Omicron的病例 但近期都有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 包含有一家四口从马拉威返台 还有另一位旅客从奈吉利亚入境 尽管检测都是阴性 但有专家认为目前还不能大意 它的病毒量比较低 所以假如说採检的时候不小心的话 可能就会有这种阴性的结果出来 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地方 试情况再增加这种检测 另外境外移入个案中最新定序结果 25号有15例染上Delta病毒株 其中一名个案是首例从德国入境的Delta Plus病例 至今累计三例 另外两例是从英国入境 目前全球主要还是流行Delta病毒株 但不论病毒变种到哪一带边境都得防范 节奏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与全联合作打疫苗 目前已经有174个点正在评估 最快下周就可以设债 而为了让规划单纯 全联那么包括以后可能的 这个百货卖场的接种站 日记只会提供单一厂牌的疫苗 来供民众接种 另外就是台铁也有医院加入行列 将会根据最近接种的经验 还有就是各县市卫生局 是否方便派医疗人员配合 来选择他们的设站点 指挥中心才宣布 与全联福利中心合作提供接种据点 彰化县立刻公布了五间全联店面 将支援打疫苗 包括北张跟南张 总共五间主要就是挑选人潮聚集处 实际到其中一间看 占地广大还有停车场 民众会来这里接种吗 我觉得停车方面很重要 对啊 因为有些诊所真的很难停车 来全联施打还有提供一些小赠品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蛮愿意来的 顺便购物打疫苗还有增品有人觉得不错 但有人担心疫苗保存是否有问题 大部分疫苗都在二到八度 如果纯粹用一个冰袋 一个冰保 这样够不够保存的状况 在全联是不是跟顾客 动线会不会像干扰 接种后还有15分钟流关 动线如何规划也都是考验 其实全联之前就曾跟中央合作过流感疫苗的推广 这次提报了174间门市 主要都选择腹地大有遮阴的店面 为了让规划单纯 全联接种站将只提供一个厂牌的疫苗 供民众接种 最快下周就可设站 应该是说他还要看动线的 大概顶多只能提供一种吧 厂牌的部分我想就是由各个卫生局 他们自己去决定 台铁也有意愿一起合作规划 像是屏东台南已有载车站设定施打 彰化火车站跟园林火车站也规划提供接种服务 至于其他站点会看这两天的经验来评估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